第三试题 亚文正在讲台上操作一个单摆的摆动情形 不考虑任何摩擦力跟阻力 则关于摆车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胃能就是高度如果越高 胃能就会越大 速度如果越快动能就会越大 那我们发现呢 甲跟丁呢是在相同的高度上 所以它的胃能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A说甲的重力胃能比丁来的小是错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最高点的胃能会换成最低点的动能 所以过程中胃能会换动能 所以丙的位置是最低 所以它的动能应该是最大 所以B的叙述呢是错的 它的动能应该是最大 因为我知道丙的动能最大 我就知道乙的叙述是错的 并不是乙的动能最大 乙的动能应该借在甲跟丙之间 因为它的高度呢位在甲跟丙之间 所以呢我们正确的答案呢 应该的只有呢 就是甲与丙丁四个位置的力悬能都相同 因为这个题目里面没有任何的摩擦力跟阻力 只有受重力做工 只受重力做工的时候 重力未能加上动能就会守恒 也所谓的力悬能守恒 机械能守恒 所以第三次题呢 我们答案呢选择的是朱 主书